大家好,我是Stan 男团OmegaX成员被所属公司代表施暴的露营曝光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10月23号,一位网友在推特发文 我们在外面等外送的时候 看到公司代表打成员们了 我的手一直在震斗 不知道该怎么办 孩子们在眼前被打 我们却什么都做不了 然后上传了当时亲自露营的档案 爱豆被所属公司老板打 真的是只有在第一代爱豆时期才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爱豆成员为什么要照顾所属公司代表的老婆呢 真的很惊悚 听到成员的哭声心都要裂了 这不是疯子吗 真的要被拘留吧 疯了 粉丝们再长度能这样的话 平常应该会更严重吧 一般常识下当然是要报警 但是就算报警了这种小公司也不会怕 因为成员们都是再次出道 不想就这样被解除合约 代表也知道这些事实 所以才会这么乱来 虽然录音都曝光了 但是看他态度的话 应该也会说自己没有错吧 对,非常正确 这些事情被媒体报道后 所属公司发出声明表示 首先因为报偶的事情让大家担忧的部分 深感歉意 这是在结束一个多月的巡回后 聚餐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当时成员们与所属公司在聊天的过程中 聊到了彼此觉得很遗憾的部分 结果感情冲动 声音就变得有点大了 但是成员们与公司有持续的对话 现在解开了所有误会 说好彼此体谅 彼此一起向前 结束了对话 你别开手 真的是觉得有人会相信做了这样的报道吗 施暴骂人士误会 骂成员的那个人要出来道歉不是吗 听录音就知道 成员们都是单方面被骂 还在说什么用对话来解决 上下关系这么明确的情况下 能彼此体谅解开误会吗 OmegaX成员们都是很辛苦 才有了再次出道的机会 所以真的是觉得很心疼 对于OmegaX所属公司的立场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歌手们因为激口耳疲累的理由 首次创造了Challenge的歌曲 在做Amunori的时候 就知道会成功了吗 没有没有 以为只会为了宣传而使用的Challenge 没想到会变成一种文化 不只是网红们 全国民众都做过的Amunori Challenge 因为激口害得我很累 在Amunori Challenge之后 Challenge变成了一种文化 因为你的Challenge害我们都很累 对不起 原来韩国Challenge文化是激口做的啊 我因为Challenge知道了很多不知道的歌 歌手们应该会很累 但是看得我会很兴奋 但是现在也有为了Challenge而创造的歌曲 所以不太喜欢 那么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喜欢自家爱豆去强连接别的歌手的舞蹈吗 为什么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